为了保障幼儿拥有安全 县府教育处订定南投县教保服务机构 拖药参考作业流程 落实减药的拖药流程来确保幼儿健康第一 县府已提供各幼儿教保服务机构一循办理 今日上午县府教育处长王淑林 嫌疑员简谦香 也邀请本县幼儿教育业者举办座谈会 期盼保障幼儿安全并让家长放心 我们在做这个南投县的教保服务机构的 拖药参考的作业原则的时候 我们有五项的重点 第一个是家长要填写这个拖药单 第二个是要确认这个拖药的内容 第三个我们要协助幼儿园区幼儿去用药 第四个是要填写这个胃药的记录表 第五个就是要注意用药的反应 这个就是我们家长跟我们援所 大家一起共同来为我们幼儿的健康 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法规 依循的一个方式 南投县幼儿教育学会理事长陈美春 家长林小姐 感谢检议员以及县府的重视 特别召开此次的座谈会 也希望家长与幼教师们共同合作 找福幼儿 也谢谢议员简千祥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幼教师们一定努力照顾好所有的小朋友 我们也希望幼教师们一定会照顾我们的小朋友 但是也请各位家长为我们幼教师们加油打气 作为家长小朋友感冒腹泻 麻烦老师帮忙喂药 之前的喂药争议让我们家长非常的错乱 也不知道该如何怎么办 现在县府也拿出官版的SOP 让教保员可以遵循 家长也可以放心 县员简千祥指出 喂药事件引起全国震惊 虽然最终证实是无荣一场 但以严重挑战冲击到幼儿园情食关系的互信基础 希望透过座谈会业者与县府主管单位充分的讨论沟通 让业者有可以保障幼儿用药安全的托药参考流程可供遵循 我相信新北市这个喂药的事件让全国上下都非常非常震惊 那但是最后证实呢 那这个是乌龙的一场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们亲师关系 这个互信基础受到严重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会议当中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讨论 业者也提供很多的意见 教育处这边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回馈 那希望我们在南投未来的几年当中 我们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也希望我们南投的幼教能够更优质能够更好 县府教育处表示 以行文各教保服务机构重申落实 妥药措施 将持续的加强督导 并列为幼儿园公共安全检查项目 加强不定期的基差 以保障幼儿的权益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